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終於可以來玩我們的Jump群星集結啦 沒有問題 那目前來說三隻的角色選擇 你們會選擇誰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之前我有玩過魯夫跟路空啦 然後名人是還沒有玩過 但是名人我記得他好像會是大獄 就是會變成妖狐的形態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隻啦 反正目前來說 感覺起來我們的名人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應該還是會選魯夫吧 我覺得魯夫在這個新手部分還算是滿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啦 這個當生命低於40%時 他會變成這個 就位查克拉 名人我覺得名人跟就是 魯夫的話是最適合一般玩家的 我覺得這兩隻 因為魯夫基本上發的這個招式也是還滿好懂的 就是一個範圍然後過去打打打 然後再加一個橡膠槍什麼之類的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悟空另外一邊的話 我就覺得悟空有點稍微比較 沒這麼好用一點點我覺得 但是三隻的話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呢 都還算是可以的吧 就是不會像是我們就是那個 之前就是有測試過的那個什麼水門啦 有沒有 名人他老爸 名人他老爸就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玩好不好 那個到時候如果大家會玩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一起研究一下就是 名人他老爸究竟要怎麼玩 那我們這邊就魯夫開局走起囉各位 畢竟我們也是邦蒂拉希老玩家啦 鐵錠要來弄一下 然後他應該要去進入到這個 新手訓練的這個環節了喔 那如果是新手訓練的環節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切掉 因為這個大家已經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開服之後究竟有哪一些 好禮啊或是什麼樣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是到時候會慢 我私底下應該會慢慢爬啦喔 果然是新手訓練 那我就跳過這一段 好 那這邊要進玩的我們新手訓練環節的話 他會進來給我們就是第一次的這個匹配環節 那這個第一次的匹配環節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是我們這個 電腦場的這個部分喔 那到時候的話最近啦 我們會先就是慢慢來就是 體驗我們各種角色 然後剛剛也去把我們這邊的那個什麼 也去把我們這邊的那個 就是畫質調高不少喔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會有一大堆 這種就是召喚師技能啦 這個就到時候就是看一下 究竟哪一隻比較適合 然後這邊他也有一些 新人這個Skin實裝 但是我們現在來說的話呢 就先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 其他自己想要玩的角色喔 因為感覺上次的話 我們新手在那個 試玩這段企業的時候 他裡面的那些角色好像蠻多 都是要用這個抽卡來去抽的 他比較跟我們其他的Mobile Game 比較不太一樣 他是要用抽卡的 不是用這個金幣買的喔 但是一定有他的好處跟壞處 我們都來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呢 第一展的這個決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能不能順利打贏 我記得這個 這個電腦場有時候 那個電腦就會把那個就是 整個那個遊戲時間拉到蠻後面的喔 之前我們在試玩的時候因為 在試玩的時候應該是不太常排到這個 這個真玩家 然後電腦就會開始就是各種就是 他們好像有一個配置吧 所以就會打蠻久的喔 那沒關係我們呢 第一把就是貢獻給我們這邊的這個 魯夫啦好不好 然後 試一下我應該先努力的打 然後因為我四月多還要去日本嘛 所以應該會錄 蠻多這個遊戲的這個存片的喔 就是開始打排位賽啦 各位 我們只能開始打排位賽啦 然後真的好開心喔 這個網路應該是 應該是滾到一個不行的喔 有 我們之前在測試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們用的是那個Android的手機啦 那個整個就卡卡的 然後又很不舒服這樣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應該是蠻ok的啦 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我這邊全部都 唉唷 怎麼這邊 喔 戰鬥這邊我也沒提好不好 原來戰鬥這邊也要調啊 各位 對 然後我這邊 ok 調高了 調高我怎麼好像就有點開著卡了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但我覺得 這樣比較大的問題就是那什麼 要真正去打那個 真正的比賽的時候才會知道 究竟那個 會不會卡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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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在卡了在卡了 等一下喔 那我要關低了 哈哈 中就好了中就好了 Sumimase 那自以為 自己這個可以那個喔 這樣應該可以吧 好 調完了 Ruvi よろしく Ruji 跟這個蝴蝶 完了 怎麼會這樣 死定了 死定了 哼 哇 這看來不是 這難道是我手機的問題嗎 我手機沒辦法玩這款啊 完了 好那我要把全部都調最低了 不會吧 不會這樣喔 好吧那只能這樣了 如果調到這麽低的話都還是一樣這樣的話那應該就是 目前這個線的問題 不過我看 大家在這個廣播室這邊好像也沒有這麽尋起功分 那這就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有有 調完之後又比較好了 那我要出口的問題啊各位 沒什麽好說的 手機太爛了各位 呵 喔那個是草叢啊 紅色的 我還以為發生什麽事情了 OK 那看來 看來我的 我的Jump 群星集結整天用這種畫質玩啊 但也還好 反正他主要來說的這個 主要來說的他的那個 主要的這個遊戲進行 不甘這個 畫質的這個事情 Rampage 有了 那看來我這次手機也是頂爛的 各位 我記得他這隻角色好像是 會再給你就是 有另外一次一個技能變成的時候 就是他可以讓你就是 傷害啊就是這個功能是在 讓你開一次那個大招吧 然後開完之後你就會變小隻這樣 我愛狙殺 愛狙殺你知道嗎 欸完了完了 喔 他會變成這個 軟移怪 完了完了 變成軟移怪了 Monster Kill 呃啊 掰掰 嘿嘿 有了各位 我到時候試一下再看一下 我們自己最適合的畫質是哪一個啦 因為我還沒有調過 一進來就直接給自己手機上到最高BUFF 那真的是 超死 這手機至少也是個五六年前的手機了 已經沒辦法負荷到這個 遊戲那麽高端的這個部分了 喔 迷豆子跟魔法師 唉唷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波反殺 看起來是沒辦法 他們這個是 computer啊各位 但也不能小看computer 我覺得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打起來 就也沒有那麼簡單 喔 迷豆子你要玩了 變成小魯夫了 還是要抓一下他們這些角色的使用技能 那個距離 會比較好能夠就是去那個 去抓到自己殺人的這個節奏 就看那個位移的那個長度 我都不知道原來可以打到迷豆子喔 我只是亂虧 啊就被我打死了 好 先把這個塔弄掉 我們就可以去中路支援 然後再一路給他推過去 希望我的電腦隊友 是可以就是理解我的想法啦 要不然我們這邊 會打也滿痛苦的 這是個推塔遊戲啊 各位 帶到這個法師好了 哇丁姐跟那個 槍尾刀喔 我們隊友好像都不怎麼演 好像是可以直接打贏的 然後大家如果玩的 就是你們玩的非常非常透色之後 你們可以交到這裡配裝喔 因為我對於配裝的環節 我是超級苦手的 因為我很懶得去研究那個 各個裝備的那個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 願意推薦我這些裝備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是我的這個軍師啊 哇 喬包啊 喬包有這麼猛喔 欸欸欸 卡住了 最後一最後一我 我一人才 哇 喬包也來了 嘿嘿 可以喔 啊 呵呵 小魯布 不要弄我 有沒有發現嗎 魯布他是沒有魔的角色喔 因為他的技能就可以一直瘋狂拍 很爽 對阿 他就只有那個 減CD的這個問題而已 這是什麼 迷豆子的箱子阿 我感覺我都不會死 先走先走 然後我們要去 對阿 各路都完美了 那我們就先回家好了 回城補個血 補個裝 然後繼續走 這感覺應該ok吧 我們三路都穩到一個不行了 我看起來這個線路阿 也是比那個 也是比就是什麼 比我們當初測試版的時候還要再穩定許多 但有可能真的是因為就是Android手機或什麼的問題 因為Android手機可能吃性能又更好一點點之類 那我們這支手機的話目前來說 搞起來是 沒啥太大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畫質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可能會用平板玩 平板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還是會打電腦 好了啦 掰掰 哇 我們丁姐 很愛偉喔 那我們跟丁姐一起把這個 下二塔給他打掉 喔被困住了 那感覺到時候我應該會先那個吧 用那個平板來測試看看 我先把大家這個 陷阱都先打掉 用平板測試看看 如果平板 畫質是順的話就代表 我這個手機阿 真的已經 沒辦法再接受更多的這個 新遊戲的這個高畫質 再見啦 Chupa Dominating 第一角 感覺要把他們引出來一點點 不然難打 Dominating 好了啦 再見了啦 我覺得魯夫他 我覺得我會選他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魯夫其實比較好的地方是 他會有這個 Fusion阿或是挑備的這些動作 就是在 對線來說的話這些都真的還蠻幫助 就是你可以就是挑備他們 然後或是 就是 去幹嘛 你這一隻 轉過去然後 推一下 然後 還可以變身 然後再撞一下 是蠻OK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他魯夫 因為我們最近是 航海王這個 航海王遊戲阿 各種都很喜歡阿 所以玩個魯夫 不微波 OK 然後我自己個人玩這種類型的遊戲 我會把就是 魯刀跟這個推塔的這兩個 好一動作 讓出來 就是你有時候打人的時候 在打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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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殺人 你想要推塔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推塔 接著可以推塔 蠻舒服的 真的可以這樣喔 再見喬巴 807 舒服 那大家也可以跟著分享一下你們這三隻角色你們會選誰喔 那目前來說感覺好像 應該這三隻的操作性都不會到就是非常非常困難啦 所以他才會歸類在就是開局的這個三人選裡面 那我自己個人就是覺得 因為我只有 我只有比較 我三隻好像都有體驗過 但是名人我忘記我們玩過了 名人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名人的話快死的時候他會有那個 九尾的那個型態 那你會比較好就是 去做一些就是那個 去做一個就是 等一下喏 有點緊張 結果有心態你就可以做逃脫或是擊殺別人 就算反應了 OK 準備應該要把他們給GG了 這一次的話我覺得他也有 就是做得比較好 在電腦這個環節方面 因為以前電腦的方面 他都會直接就是 其他地方都會被打爆 然後現在電腦的話就是 一整個都是順過去的 那就完全沒問題了 那十幾分鐘應該就可以結束一場 一般環節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這個遊戲取的角色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因為之前剛玩的時候 就是測試版的時候 他是要用抽的 因為他不像是其他打場式 然後拿到金幣可以去買 所以一般場打完之後 可能會獲得一些 就是抽卡的道具或什麼之類的 有可能 所以到時候再看一下 要怎麼樣去累積的 然後目前來說 最想要的角色 有可能會想要玩那個 譬如說玩Safe 炭治郎跟那個都很猛 有了 那個直接不用魔 然後直接瘋狂打爛的 我覺得目前來說應該 想要炭治郎 然後努力把牌位 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炭治郎是 非常噁爛的角色 不知道這個 這個環節會不會改變 然後期待他出更多的角色 那你們目前來說 最期待的角色是誰 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好我們這邊應該是 可以直接狙擊鬆 太好啦各位 你知道躲好嗎 開服了至少就不用再 就不用再聽哲平 再用那種 破爛的那個 破爛的那個什麼 破爛的那個就是 露營聲音了 露營是用那個 Android的 要用那個額外露營的 我覺得蝴蝶人也不錯啦 蝴蝶人我自己更賣 再再再一劫 再再一劫 弄石 回塔 回出這回合 好那目前來說 我們的這個 Chump 群星騎甲 在這個 3月28號的這個 11點的時候 是已經可以正式的 這個遊玩了好不好 那 他之後的話 就應該會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 很多一些改動或是新東西吧 我覺得會蠻有趣的 很久沒有那個 很久沒有Mobar Game可以玩了 沒有說出這款式的 好那今天的話 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們這邊囉 大家 Bye Bye